一个垂胸顿足的女人 遇上一个白眼狼男友 导致女孩在节目台上大哭 但所有嘉宾老是怒梯的 却是女孩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涂雷老师说女孩哭的是不公的命运 那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故事先从开头讲起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超22岁 来自山西还是一名学生 这长相有点30岁的样子了 长得是着急了点 女主人公小宁24岁来自河北 比男生还大两岁 是已经酒店迎宾远 这对姐弟恋一个河北一个山西 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在赵川口中问出一个有趣的认识名场面 跟男朋友就是高分手 就是那段时间心情不好 然后就是我打算说来千千这块散散心 婚礼那会赶上半刀肉肚子疼 然后正好给他碰一下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这么狗血的认识名场面 还真是难得的缘分 因为女孩来天津散心 因为前男友也是个福心男 劈腿而分手了 可能缘分的天平眷顾了他 连肚子疼得厉害 都能遇到正好有止痛药的男生 结果当时两人可能就是结下了缘分 女孩为了表示感谢 邀请男生以后有空来河北玩 可让人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过了几天他都真来了 我当时就是那么客气一下 真是只是客气 就随便的话 然后结果他都真来了 现实中有多少中国式的客套话 改天请你吃饭 下次一起出来玩 有机会一起喝奶茶 这些客气哈比比皆是 聪明人一听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男生却信以为真 也许真的为了爱情 去河北找到了女孩 女孩没想到当初随口一提的事情 真的要为此付出自己的承诺 于是两人就真的去吃了饭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过来几天男生又来河北找他了 接着就是隔三差五的来一次 女孩也觉得不太正常 值得后面发生的一幕才知道真相 突然有一天就是那个 他跟我说他说 我喜欢你找我女朋友吧 我当时一方面感觉重要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那会刚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我也没那份心情 再加上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后来我那会拒绝了 但是他特别坚持 就追了我大概一年多 一有他放假的时间 就过来找我 一会儿就过来找我 就对我血涵温暖的 然后就是他是个学生 本身钱不是特别多 但他省吃钱 用把这些钱给攒下来 就多买些小礼物 我不是说东西值多少钱 但是我感觉有这份心 我挺感动的 这个表白来的猝不及防 本以为男生只是来蹭吃蹭喝的 没想到对自己这么上心 因为这段时间 男生也是陪着女孩走过了地步 所以要感激之情吧 看男生追求的这么认真的份上 就答应了但却是 以结婚为目的的去谈恋爱 男生当时也答应了这个请求 女孩的父母当时死活不愿意 让女孩去天津找男生找工作 而女孩执意要来 感觉自己遇到了真爱 来到天津刚开始 也是很美好很甜蜜 毫无保留的对男生付出 以为男生还是学生 经常还是女孩拿钱接济他的 没想到好景不长 以为男生要考研究生 突然就对女孩冷落了 但后来男生也没有考上研究生 女孩以为没考上的话 两人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 那般甜蜜的时光 可是事与愿违 接着女孩说出了 让全场不淡定的一幕 也是成为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我发烧 就难受的我不行 躺一天一口水都没有喝 他打电话就关机 还关机 回来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 听了我声音不对劲 我说他说你今天没上班啊 我说那个 有点烦烧了 今天休了一天 他说你听见 要不然你就回来吧 家里边什么都有也不许 然后跟我爸挂了电话 当时我就挺难受的 我爬在村里哭了半天 然后给他打电话 就还是关机 还是关机 我当时就在想 我找这个男朋友干嘛呀 我烧死了 他可能都不知道 果然最爱你的人 只有自己的父母 这个男生得到女孩之后 变得对女孩爱达不理 连电话都不接 根本不顾女孩的死活 生病这段时间 也算看清了男生的丑恶嘴脸 难道所以的男生 都是得到后 就不懂得珍惜吗 男生也狡辩到 当时一位考研的问题 又害怕当下考不上 结果真的没考上 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手机也没有电 谁会相信 现在的智能手机 会一天到晚 都不看一眼的 就算是时候 男生都没有去看 生病的女友一眼 女孩相爱台上 哭到生死历劫 男生似乎也没有 太多的心疼 更没有半块纸巾递上去 这也许就是找一个学生 或者找一个弟弟的悲哀 或者说这个男生小小年纪 刚开始就是想玩玩而已 以为年龄小九 可以对爱情不负责任 但女孩听到 男生考研不过的时候 却是这样安慰男友的 女孩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给男生去创业 可男生却听了妈妈的话 要回山西老家发展 如果女孩跟着去 绝对使他自己就有自取 到现在还看不清 这个父亲男人的丑恶嘴脸呢 就算要回老家 也没有问过女朋友的意见 或许人家心里 根本就没有这个女孩 只是他上学期间的需求 仅此而已 刚开始说等他读研究生 跟他去上海 现在又让女孩跟他回山西 而男生从来没想过 留在天津或者去河北发展 在还没有任何承诺 给到女孩婚姻 或者幸福的时候 让女孩跟着去 那这种爱情是多么的卑微呢 而女孩其实不在乎去哪里 在乎的是男生心里 也没有他的那个态度 原来男生在家有一个前女友 是高中同学相互都有好感的 可能前女友才是真爱 这么迫不及待回去老家 这把女友的心都伤透了 找穿都看不下去了 立即质问到男生 女孩委屈地说道 前男友就是和前女友 暧昧不清而分的手 现在男生这样和前男友一样 都是父亲的男人 女孩为男生付出了 三年的青春和陪伴 不远千里来到男生的城市 没想到又是遇到一个白眼狼 故事到这里来龙去脉 已经很清楚了 难怪说命运不公 遇到的男都是父亲和白眼狼 那这段感情应该何去何从呢 赵川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只好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点评的是寇乃馨老师 男生的态度很明确了 不会为了女孩留在天津 或者去女孩的城市 在他眼里事业比女孩更重要 而老师也怒劈到女孩 爱情不是付出了就要得到回报 女孩的安全感源自上一个男朋友 也是因为前女友抛弃了他 所以女孩很害怕去到 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虽然男生的做法是白眼狼行为 但是女孩爱的没有自尊 自己送上门 男生怎么可能会长久珍惜呢 女孩应该好好想想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建议分手后各自安好 接着是陆琪老师犀利的指责 陆琪老师否定所有男人对你的好 那么如果下一个想要结婚的 他对你好 你否定他吗 陆琪老师否决了女孩的观点 图一个人肯定是要图他对你好 只不过你遇到的两个男人是这样的而已 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 相信很多屏幕前的男人男生们都有好的一面 只是你没有遇到而已 不能一棍子打死 一个人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 就否定应该会来的成功 这是非常错误的价值观 我们应该心怀感温 不要天天抱怨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为什么不选择快乐的生活呢 把不好的经历当做人生的老师 以后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这就是女孩现在最宝贵的爱情经验了 陆琪老师也祝她们各种幸福 接着是左岩老师犀利的点评 他追了我一年多 我为他付出了一切 放下了那么多 走到他身边 现在他这样对我 凭什么 第二 左岩老师解答了女孩心中的两个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男生凭什么 另一个是为什么 爱情里面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爱与不爱 这就是男生不爱的理由 至于为什么的话 男生有更好的选择和规划 而他却没有把女孩规划进去 这就是不够爱的表现 女孩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不要因为任何一个男人失去了自我 爱人七分足以留下三分爱自己 最后是图雷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在生活当中好多次看见 一个垂胸顿足恨天由地的女人 我怎么老碰上白眼狼啊 我怎么老碰上见的男人偏偏是我呢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所以你是在哭自己的命运 你不是在哭彼此之间的情感 你让我们再翻过头来 听听你最初上来说了些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你心里的变化 你开始是这样说的 我邀请他到河北来 他居然来了 他老来 我们过去客气一下 跟狗皮膏药一样 图雷老师说到女孩 把自己看作毫无价值 也会把所有价值都放在了别人身上 而不是放在自我身上 会因为别人一点点的举动 影响自己的情绪 专家都说一个连自己情绪都管理不好的人 你还怎么去管理别人呢 长次以往只会成为被抛弃的那个人 女孩表面上坚强 其实更加衬托出内心的自卑 图雷老师给女孩提了三点建议 第一点是自己做的选择 导致的什么后果自己吞下去 不要恨别人 第二是一段感情的失败 未必代表整个感情过程中都是不堪 第三是自己的价值 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 图雷老师说到男生 虽然做出的事情属于白眼狼行为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他人无权干预 但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良心 最起码要离开的时候 也应该有个正式的道歉 最后两人都没有选择再走出大门 也许男生是怕被骂 女孩是因为太过伤心吧 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 以后能够正视自己的价值观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屏幕前家人们的陪伴 如果您也有情感困惑 可以留言讨论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